台北市長柯文哲彼此搓上癮了嗎 原來是貼身隨護PCR陽性 不得已只好再篩一次 幸好是陰性 目前市長辦公室已經全面消毒 儘管兩人沒有達到密切接觸標準 但為了保險起見 柯文哲五月四日還是改踩居家辦公 該名隨護五月一號二號都沒有上班 僅有今天上班時間和市長有短暫接觸 兩人都有佩戴口罩也保持社交距離 但市長為求保險起見 明天會採居家辦公的形式執行業務 柯文哲原本要到聯邑中校院區 視察新冠肺炎及門診運作狀況 臨時改由副市長黃珊珊出馬 由於清政人數眾多 黃珊珊建議流程可以再簡化 並要求改善動線 強化識別標示 主要還是動線的問題 因為現在人比較多 所以我剛剛有請他們先找警察局 再做一些改道的部分 一般的市民不會跟這個區域的 快再兩性的民眾混雜 這是第一 然後第二個就是 可能還是要再簡化他們那個流程 台北市專責病床已經增加到1600床 目前還有500多個空床 但以每天新增100人住院 量能相當吃緊 黃珊珊表示後續病房周轉率 絕對是未來一周最重要的事情 希望能把資源留給真正需要照顧的病人 記者游詳亭台北採訪報導 在市場中 看到北採訪 我們會有最高的消防